最近江苏警方接到当地某医院的报警 说在医院的厕所里发现了一名男婴 医院方面立即对男婴进行了抢救 到底是哪个狠心的妈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呢 最先发现厕所里有弃婴的是医院保安王师傅 当天深夜他正在医院底楼巡逻 王师傅仔细分辨后确定这段段续续的声音是婴儿哭声 而且就是从女厕所里传出来的 王师傅喊来女医生后 在女厕所一个侧格的直楼里发现了一名被遗弃的男婴 经医生抢救被遗弃男婴没有生命危险 属于孕期三十二周左右出生的早产儿 各项生命体征正常身体非常健康 到底谁会这么狠心抛弃自己的小孩呢 警方立即调阅医院所有监控追踪该女子踪迹 不久民警就找到了这名女子 面对警方的询问 这名女子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据了解女子姓杨1995年出生 去年十月份小杨发现自己怀孕 可男友却一直没有表态 春节时还失踪了 四月三十号 由于最近工作太累 小杨觉得肚子有些难受 随后就前往云亭医院 突然想上厕所的她走进了医院底楼女厕所 没想到孩子就这么生了下来 小杨一方面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 一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抚养能力 就把孩子丢进了职楼 女孩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 她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样 应该承担起这个一个做母亲的一个责任 不管怎么样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